牛说牛有理 熊说熊有理 到底谁有理 欢迎收看迎战齐全 我是专业齐全分析师 邱月良邱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台子期的售盘表现 台子今天以小跌12点来开出 最低点就出现在早上 刚刚开盘的8点48分 来到10505 那么最高点出现在中午的 12点59分 来到10544 今天整个高低区间 仅仅只有39点 而现货的成交量 也只剩下1088亿 老师今天下的标题叫做 预料之中 各位投资朋友 为什么今天老师 要下这么一个标题 我相信啊 昨天如果你有流仓的人 在今天结算的这个时候 有流多单的人 都希望这个行情 能够往上拉高来做结算 基本上你也可以找得到 100个拉高结算的理由 但是呢 手上有空单的投资朋友 我相信啊 你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理由 今天要压低结算 基本上这都是 大家心里所希望的想法 可是呢 真正行情的变化 你能够在早上的时候 就能够掌握吗 各位投资朋友 其实在今天早上 期货刚刚开盘的时候 加上现货一开盘的前面五分钟 基本上老师就已经掌握了 今天所有盘式的变化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你可以观察到 昨天整个八月份 台子的未平仓量 剩下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位 而且今天早上 现货一开盘 整个大盘的预估量 也是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再加上 昨天美国股市遭遇到了月线的压力 全部都是一个拉回的一个整理情况 所以呢 今天基本上就是一个震荡走高 但是遭遇月线很有可能会拉回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天应该是顺势做多 那么过月线之后啊 要出场甚至反手放空的行情 你可能会说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今天早上还没有开盘之前 各位投资朋友 今天的做法呢 基本上应该顺势做多 但是呢 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知道 这是今天的转折点 是不是你就会空在今天的最高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条线就是在今天早上 我们在开盘之前 就已经给所有的会员 告诉他们这是今天的转折 我相信啊 其实台子期已经上涨了非常多天 很多人基本上都不太敢去追着做多 但是如果你要放空 能够知道这个是今天的转折点 是不是你就会空在最高点 那么各位你可以看到 今天老师的测标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你 今天跟着我做 你就有机会空在最高点 我们就来看一下 邱老师究竟是不是事后诸葛亮 今天早上啊 我们在牛熊最前线有特别来讲到 第一个 外资台子进多单水位创一个月 应该是长一个月来的新高 后市不看淡 那么第二个 美元指数啊挑战前高压回 有助减缓外资的卖超力道 第三个 不敌月线压力 美股反转收黑 均线出现死亡交叉 第四个 早盘的预估量急动 指数一手难攻 结算行情恐怕有限 我们看结论 台股开盘预估量 说多空转区观望 加上台子八月的未平仓量啊 偏低结算行情恐有限 多方仍然掌握筹码盘面中性偏多 短线啊顺势操作 但是呢月线压力笼罩 过高拉回机会大需留意 当冲不流仓为宜 各位今天早上9点31分 如果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 你能够收到我替大家准备的这个牛熊最前线 你是不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充分掌握住 今天盘面上所有的多空重点 包含了技术面 包含了筹码面 包含全球股市的涨跌 通通都在里面 不用再像过去一样 有多单的人就去找一些利多的新闻来看 这些利多的新闻啊 或是一些多头的老师 每天都告诉你是买点 天天都是起涨点 那么有一些空单的人啊 你也不用去找一些空头老师的节目来看 因为基本上他可以找得到100个放空的理由 如果过去呢 你都是去找自己想要看的资讯 基本上你只是在找自己心里面的安慰 对你的实战操作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想要当一个专业的操盘手 一定要记得 每天早上你要同时吸收到多空 两边不同的资讯 这样子你才能做出最准确 而且最客观的判断 那么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自己去花时间来找资料 把这个工作通通都交给邱老师 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是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你的LINE 加入我的ID 我的ID是 小老鼠A0800370888 小老鼠A0800370888 每天早上都会提供你 独家的牛熊关盘重点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资讯 那么在收盘之后 也会把所有盘后的数据啊 把它整理成图形的方式 让你在短短的几秒钟就能掌握 所有盘后数据的变化 而且再加上明天的天气预测 绝对是你操作期货最好的帮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牛辈辈的新闻 看好美股啊 避险基金加码做空 Vis空单创去年九月之最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都晓得 过去在美国股市如果出现大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Vis指数 就是我们俗称的恐慌指数都会出现疯狂的飙涨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放空这个Vis指数 结果相对的就是去做多美国股市 那么根据这个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最新的数据啊 有非常多的这些避险基金啊 跟什么杠杆基金和对冲基金 现在手上Vis指数的空单 创下将近一年来的新高点 也就是呢这些资金啊都普遍认为 美国股市还有一个上涨的波段可以期待 那么看完美国股市 我们来看中国股市 这是A50指数的日线图 跟台北股市日线图的比较图 各位投资朋友 我们一定要知道 你要充分掌握整个台北股市的卖动 一定要知道 昨天美国股市的涨跌 因为影响到我们早上的开盘价 但是第二个 你一定要抓住中国股市的卖动 你才能够掌握盘中的变化 我们就来看 在过去每一次的高低转折点 两个市场几乎都是在同一天 甚至整个形态上来讲也是大同小异 所以一般来讲 只要能够抓住A50的趋势 就有机会掌握台股 接下来的多空方向 我们就来看 A50期货啊 5月份上下打底成功之后 6月份出现一个跳空三角收敛形态 在第二次跳空之后 整个7月份都是盘涨盘跌的走势 那么8月份快速的下杀 但重点在这里 自从它8月16号往上突破之后 你可以发现 它已经回补了这个8月2号 所出现的跳空缺口 所以呢 同理可证 如果A50是我们的领头羊 那么台北股市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以台子期的角度上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地方基本上是有非常大的机会 往上来填补这个跳空缺口 但是呢 导播请拉近 今天短线上 是不是遭遇到月线 就出现了拉回 所以短线上的拉回 并没有改变 往上挑战这个空间的一个机会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按照整个大陆股市 现在的走法 台北股市 其实还有高点可以期待 那么另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熊妈妈的话 大空头警告 美国走向零利率 将产生可怕的后果 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大空头巴斯是谁呢 各位 他过去曾经精准的 放空美国的房地产 也成功的放空了希腊 也成功的放空了爱尔兰 那么这个时候巴斯讲啊 这个时候如果整个央行 还是出现疯狂印钞的动作啊 基本上只会产生一种后果 就是呢 让富人更加的富有 让中产阶级原地踏步 可是让穷人更加的贫穷 所以如果整个美国 整个联准会又出现了 大幅度的降息 甚至出现零利率的状况啊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改变经济衰退的走势 很可能还会跟 过去日本所出现 失落的十年出现一样的状况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是道琼指数的日线图 你可以发现最近虽然啊 在这个地方上下来做个震荡 还有机会往上走 但是重点在这里 整个月线已经向下穿越的际线 出现所谓均线的死亡交叉 过去呢 出现死亡交叉之后啊 你可以发现 都还有一波下跌的行情 即将要出现 那么另外 整个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你可以发现 也是月线即将向下穿越际线 所以呢 美国股市现在不仅仅是 遭遇到了月线的压力 也遭遇到死亡交叉这个形态 偏空的一个走势 那么另外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台股的大盘今天成交量 大幅度的萎缩 在这个地方 如果要继续往上的话 基本上量能一定要逐渐的放大 最近啊量能不断不断的偏低 今天结算行情 还是相对是比较沉闷的走势 我们就来看 按技术形态来讲 9月份我们看9月份哦 因为8月已经结算了 9月份的支撑啊 在这个地方10450 站上去之后 其实上面还有两道 一道叫做10600 一道叫做10700的关卡 如果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现货还是期货 迟迟都没有办法 量能出现放大的情况下 要往上去挑战 这重重的压力 基本上难度是相当的高 那么熊说熊而理 牛说牛里 到底谁有理 老师要告诉你 实战才是硬道理 今天这个行情啊 各位出现开低走高的行情 刚刚我们有讲过 其实台子期已经上涨了好几天了 很多人不敢去做多 可是今天的盘势 就是一个震荡向上的走势 如果你这个 在这个地方 你想要放空的话 最好的方式 就是要找到今天的高点 那么究竟有没有办法找到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在开盘之前 我们已经规划出来今天的高点 就是今天的转折 这个点位就是叫做10542 今天在早上开盘之前 你收到我们的讯息 预挂空单的话 你会成交在今天的10点16分 虽然今天狭窄啊 震荡幅度非常的狭窄 没有办法获利30点 但是摆到收盘 各位一点钟 还是有10530 还是有一定的价差可以出现 那么因为今天整个行情比较小 我们就不计算它的损益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的折讯 早上8点38分 期货开盘之前 会员收讯后预挂10542 正负一点做空 10468正负一点做多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今天你是我的会员 在早上期货还没开盘之前 你就已经掌握到 今天最可能出现转折的点位 是不是你就胜券在握 所以呢 我们旗子当中的最佳工具 就是阴眼预判系统 每天早上8点35分 胜负已定 掌握一眼 掌握关键 过去啊 如果你曾经买过一些软体 来告诉你 来抓住今天的转折 各位你会发现到 这些软体或是其他的老师 大部分都是在开盘之后 才能告诉你当天的转折 因为呢 这些人 这些软体 都是通通都是用开盘价来计算 所以只有8点45分开盘 他才能够去做一个加减乘除的动作 而且更可怕的是 很多软体一打开来 你会发现 他给你10道的压力 给你10道的支撑 究竟哪一道是真正有效的转折 你问老师 问软体 没有人知道 你只能凭运气 去拆拆看 去连连看 但是我们的会员 在每天早上 除了领先全市场 在开盘之前 就抓到当天的转折 而且呢 我们把所有的数据 经过计算之后 抓出最可能出现转折的地方 你不用买软体 你走到哪里 都透过手机的简讯来发送 你走到哪里 收到哪里 都可以随时随地来做下单的动作 对你来讲 这才是最实用 最可靠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就像今天一样 如果你手上有多单的人 你可以知道今天的高点在哪里 你是不是就可以贫在今天最漂亮的甜蜜点 或是呢 你没有办法盯盘的投资朋友 早上要上班要做很多事情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软体 在早上 期货开盘之前 就预先把单子挂上去 只要有来 成交 我们把停损停地挂来 挂好 如果没有来 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不用管它 这也是一个非常可靠 而且非常安全的操作方式 所以过去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一个好的转折 找不到漂亮的点位 你可以发现到 很多人 常常方向都没有看错 可是呢 往往有时候想要多转一点点 就错过了最好的点位 可是呢 有时候明明只赚了五点十点 行情还没有结束 就匆匆忙忙的出场 又错过了大行情大波段的机会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 只要你每天早上 能够掌握住当天最关键的转折 是不是你的绩效 就能够大大的提升 所以各位 现在一个最好的机会 我们抢救期货大兵 2019关键倒数 2019只剩下短短的四个多月 如果今年以来 你还是在期货市场上 没有赚到钱 没有关系 从现在开始 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只要388 老师带你反败为胜 利用最后这几个月 把你2019年的成绩单 画下一个完美的据点 把电话拨通 明天你就是赢家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 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悉露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 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亚洲投顾邱老师 一天一趟转弯收工 不留仓 不凹单 Money Money很简单 真正16年的 旗指实战经验 一门深入精准分析 洞悉露骨掌握契机 是您不可错过的 当成天堂 将专业交给老师 把钞票留给自己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赢家专线 0800 370 888 掌握千里眼 获利天天眼 给我投资朋友 我相信很多人 在期货市场上 都已经打滚了很多年 甚至有十几二十年的人 也所在多有 但是大家一直都在寻找 真正的交易圣杯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你都没有办法 在这个市场上赚到钱 那么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绝对不是行情的问题 而是你的方法有问题 因为大部分的投资人 老师看来看去 其实都犯了一个 很大的毛病 什么毛病 很多人 明明今天是想要做当冲 想要赚个30点就跑 可是快要收盘了 这个账面上还亏损了10点20点 这个时候不甘愿 不甘愿 就想要留仓给他拼拼看 明天的行情 结果不留仓还好 一留仓隔天 方向又是错误的 结果呢 本来是小赔就变成了大赔 大赔还不肯走 继续凹单 这个时候就是要补保证金的 所以常常都是看短做长 甚至很多人 有时候是想要做一个大波段 但是赚到了10点20点 这个时候很怕赚钱便赔钱 那个部位放在手上 好像会咬一样 就快速急急忙忙的 把部位给平仓掉 很多人常常想法跟做法 完全搭不上线 这也是大家一般的散户朋友 没有办法在期货市场上 真正的赚到钱 最大的原因 因为你改变不了 你心理上的一个魔障 所以各位 其实操作期货 真的是非常简单 因为呢 操作期货就像是打棒球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拳雷打王王真志 而这一位就是安打王林木伊朗 为什么操作就像打棒球 其实呢你可以想到 林木伊朗每次上场之前 他唯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碰到球 而且把球打到没有人的地方 想尽办法上壘 想尽办法得分 就算是内野安打 也没有关系 上壘最重要 可是呢 这个拳雷打王王真志 上场的时候 他会只想要碰到球而已吗 当然是不是嘛 他一定想尽办法 要把球一棒 挥到拳雷打墙之外 能够一棒 冠进非常多的分数 帮助球队反败为胜 但是不管你是怎么样 其实做 当冲就像是安打王一样 那么拳雷打王就像是 挥拳雷打 就像是做拨断单 不管你是要拨断 还是要做当冲 重点是你手上 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工具 尤其呢 你要当拳雷打王 就要减少这个 灰空棒的机会 所以老师啊 特别推出一个 非常好的策略 来跟大家来做个分享 我们千里眼 拨断策略系统 旗舰版 洞悉未来 掌握财富 海量水库 机动调整 系数名门 避暑家座 老师的千里眼 拨断策略系统 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相信一定有人 买过市面上 其他的软体 你会发现 这些软体换过来换过去 好像都没有办法赚钱 为什么 很大的一个原因 我告诉你 因为这些软体 基本上 都是同一个系统商出来的 老师要卖的时候 就请软体商 随便改一两个参数 就拿出来卖 那么A老师卖完之后 B老师要卖 怎么办 继续再换一个参数 又推出来继续卖 全部只是换了外面的包装 里面的内容物 几乎完全都一样 那么大家都在用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不会赚钱的软体 而邱老师的千里眼 跟别人最大的不同 就是呢 我所有都是原创的指标 在将近100支的原创指标 老师特别挑出了 5支最犀利 最符合现在行情的这个策略 把它组成一个投资模组 为的就是希望能够掌握 所有盘式不同的变化 也就是因为 这是全部老师的自由指标 所以呢我可以随时 依照不同的盘式来做策略的调整 做的就是能够100% 掌握行情的变动 能够尽量能够帮会员创造最大的收益 所以老师的千里眼跟别人是 完全不同等级的东西 如果过去你参加过或是买过软体 没有办法赚钱的话 我相信你给自己一个机会 打电话进来 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 我们就来看 这个这张图是我们六七月啊 六七月过去六七月所创造出来 704点价差的一个什么 一个一个差价差在这个地方 704点的财富 为什么老师要绣这张图 我相信你过去看过其他的老师 他一定会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月赚了多少点赚了多少钱 每次都是用个漂亮美美的对账单来告诉你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告诉你 他在哪一个点位进场 在哪一个点位出场 你可以看到老师每一个箭头 绿色的就是放空 红色的就是做多 每一次的进出 老师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标示 因为我要告诉你 我们做的你看到的百分之百真实 六七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创造了704点价差的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八月份啊 一样把它标示出来 我们最近的一波操作在这个地方 来我们上次有讲到 我们在八月十六号的时候 10413在这个地方 买进两口多单 那么接下来呢各位 在八月二十号的时候 再度加码10490跟10499 个别的两口多单 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发现 我们在八月二十一号 11点06分跟10点01分 都把今天的多单全部平仓掉 这总共短短的四个交易日哦 各位我们又替会员创造了346点 价差的一个机会 四个交易日346点 如果你这几天有看老师的节目 你会发现到每一笔老师都已经跟大家事先的预告 而且这个价差绝对是百分之百真实的 如果过去你真的想要 创造这个波段的获利 但是找不到一个好的工具 这个时候你应该打电话进来 试试看我们的千里眼 因为呢 我们不仅仅把它点位出来 我还告诉你每一天 几分几秒几分几秒 做的所有的动作 全部清清楚楚的揭露 我相信你看了这么久的同步节目 没有一个老师敢做到这一点 告诉你他几分几秒做了什么动作 只有邱老师的千里眼敢完全的公开 因为我对自己的策略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我要偷偷的告诉大家 刚刚老师来录影的时候 看了一下今天台子的夜盘的波动 今天下午的时候出现了大幅度的震荡 各位不要看今天的波动很小 成交量很小 今天的夜盘大幅度的波动 已经预告了 接下来会有大行情 如果你想要反败为胜 如果你想要赚一个大波段 一定要趁这个机会 为什么 因为八月份结算之后 很多的系统单 很多的法轮单 通通在结算当天 强制平仓 接下来大家要重新的布局 展开一个新的波段 这个时候是最好进场加入的一个机会 最需要波段策略的三种人 第一种人 没有办法天天盯盘的投资朋友 其实老师会推出这个波段策略 过去我都是只有做当冲 但是因为很多的会员告诉我 他很想跟老师一起进场 可是每天都有太多的事情 没有办法天天盯着盘面再看 没有办法天天进场 这个时候老师希望 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会员 所以特别推出了这个波段策略 所以如果你没办法天天盯盘 做当冲的人 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么另外呢 如果你想要赚取大波段的人 也不能错过我们的千里眼 另外刚刚老师讲过 这就是一百种不同的人性 如果呢你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人性的弱点 这个时候你就要透过自动交易的方式 能够透过自动下单 能够透过程式交易 自然你就能够轻轻松松 成为市场上的赢家 那么期货赢家的思维一定要记得 股票绝对不等于期货 股票早旋的是投资价值 这个期货早旋的叫交易机会 过去你没有办法赚到钱 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找股票老师 来带你做期货单 你要知道股票早旋的是 股票早旋的是投资价值 这个股票你可以放个三个月 五个月放个十年都可以 但是呢期货 分分秒秒的变化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月会到期 如果你用做股票的观念 做期货 你绝对下场会非常非常的难看 所以呢 一定要找到专业的老师 现在有个最好的机会 抢救期货大兵 2019关键倒数 388带你反败为胜 想要当赢家最快的方式 就是直接加入赢家的行列 把电话拨通 明天你就是赢家 再会 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